戴乞丑 哇!Jackening真的很厉害! 无 sens 都无见开了 нож sidills ו 机学 都很厉害 Jackening 当然怎么样 够了Jackening 必须怎么了 Jackening 一定 едvel Jackening 要不要做 stuff basta Jackening 必须加测 soup 前iden之前 不是肯定 它不是好开愉害 TACKING DQué line 是不是电话公司 請問Jackine做什麼好嗎?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移 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找Jackine幫忙,她們兩個業科選完暗瘡 一無散暗瘡,快生回散,由Jackine和暗瘡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她的新鮮手切肥牛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滋味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陣給山區學校的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 花上七年時間編制移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秀慧學校 每套兒童百科傳書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還會回陣內涵 十四套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全款收條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真23380633 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www.h-a-p-p-y-h-a-r-i.com 小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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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破了它 戀愛小天后 變成性愛小天后 我已經很努力破地獄了 算了吧 由你做學生會會長 變成學生會會長那天起 你的政治生意就完了 未開始就已經分手 好過未開台就要做新節目 戀愛小天后 我要告解 我其實是不戀愛主義者 那就是只性愛主義者 OK 星期日來跟我One Night Stand 那你一個英俊男朋友 會不會看Live 6月17日夜晚8點 全新星期日時段 戀愛小天后 同學生會會長 Like爆香港人網 我是Swing 香港人網 感感自好聽 唱谭天下事 細說細泰情 谭志強 梁偉 谭天雪地 谭天雪地又來了 大家好 今晚不會缺乏一個環節 就是谭博士報道會 是啊 稍後再說 先說一下香港 先說一下 為何香港的高官要退休 或者就要下台才說梁心華 第一個就是任志剛 你老早做了幾十年公務員 你明知聯繫會旅會有問題 你就應該鎮香港的市旺 或者美國的市旺 總是脫勾的 偏偏是他離開了的事後才說這番說話 是啊 其實整個香港的地產霸權也好 房地產價格高得不合理也好 諸如此類 當然跟政府拖拉拖延就不批土地有關 但更重要是因為聯繫會族害死香港 聯繫會族的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是很簡單的經濟後聯理 美元升港元升沒有問題 美元跌港元升又跌沒有問題 大家同一個方向是OK的 但現在問題是港元升美元跌 而且還有一個長期趨勢的30年 我覺得我的錢會貶值 利息又這麼低 幾乎零利息 我為何不買磚頭 人人欠磚頭 磚頭就越來越貴 另外還有 再加上我們現在阿爺或其他地方人發生得嚴格 就算計算 我的銀子對美元又升值 你香港用美元計價 說便宜的 還不來撿 又多一班外國外圍炒家 那就被迫著造成地產霸權 現在問題是在這裏 而且還有聯繫會族的最糟糕要害澳門 澳門跟港元掛勾了百多年 103元對100元 搞到現在澳門百物騰貴 以前澳門8元一碗雲吞麵 10元一碗雲吞麵 現在加到23元一碗 100%的增幅 但你是多了大陸客都是因素 不是多了大陸客是因素 是因為原材料全部從大陸入口 但漲得這麼厲害 是的 2007年可以來私人開幕的時候 澳門平均雲吞麵是10-12元 結果現在最便宜的間 我看到那間也要18-19元 如果你到賭場附近吃 就沒有27-30元 你吃不到雲吞麵 比香港還貴 澳門這些小店 是否不會受過地租的影響 開玩笑的 看店舖是租回來的 因為是自己的店 但大部份是自己的 自己的店舖的話 在舊城區那邊 就漲得不太厲害 如果你是新城堆 新口岸附近 或者是新店舖的位置 那間店舖不是自己的 那租金就跟著 不斷升的嘛 反正你港幣怎樣跟著美元跌的話 澳門的租金就跟著你升了 所以現在很多問題 就是聯繫活論 是眾萬惡之手 竟然你現在才說 可以有技術性解決 有你也不早說 馬後炮啦 先可明對那些官員說 我挺欣賞附蘇貞和梁振英這件事 即使我明天改變聯繫活論 我今天也老虎說 不會 為甚麼呢 怕那混蛋索羅斯來追擊你 知道嗎 會掛市操控 知道嗎 先追擊你 會跟著追擊你的股市 然後再追擊你的樓市嘛 所以就算有脫歐的心 都是靜靜偷偷地進行 一夜之間脫歐 其實早就已經有七朝三十二式在這裏 等著就不讓你炒了 但問題呢 即使我們港幣要脫歐的話 其實脫歐兩種問題 一個是金人民幣掛歐 但是暫時目前人民幣 不是國際貨幣 不是很好 二是跟一男子貨幣掛歐 即是一男子貨幣的美金、日元和歐元 這是最合理的做法 這也可以維持聯合 還有 我直接不要聯合會 像台灣那樣 就自由浮通 台灣是這樣的 最普通的 好像我在台灣讀書的時候很幸福的 一元美元對四十元台幣 那時候港幣一元對台幣 對七個幾人錢 那時候挺好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和美國斷交 想到台灣還不想 然後鄧小平就發表 告台灣同胞書 一負三年內 就去統一台灣的款 哇 跌到老闆 我台灣讀書 讀大學那四年 哇 港幣幾好 最高是一對八 最低都是一對六點幾 他的自由浮通 出現這種情況 直接反映出大家對你的貨幣的信心 那你現在香港反映不出圓圓 那你既然貨幣匯率不能控制力的話 就自然就在實質的資產 包括特别房產 房地產方面 反映出來 還有你不調整 就令到消費品的價格 就會上升 因為大部分消費品 你貨幣跌了之後 你要買大陸的豬 買大陸的牛 買大陸的罐頭 你看到這幾年 大陸罐頭貴了多少 貴了很多 是通脹的和首 以前回鍋肉 10元3罐 現在12元 以前那些罐頭是窮人吃的 現在你沒錢也沒打算吃罐頭 是啊,豆豉多年也吃少了很多 是啊,所以看得到 聯繫活率 如果真的要改 我想梁振英應該上台 偷偷機一晚改了他 反正你曾蔭權沒有擔當 董建華沒有意見 狼振英你夠狼 就取消他 那會不會有什麼即時副作用呢 沒有即時副作用 還有台灣也會來幫你 上去打尋霍羅斯 就是中港台三地合力打走 所以在這麼強大的 backup之下 絕對可以考慮 說真的,美元我跟大家擔保 未來十年之內 美元不可能會升 原因是怎樣呢 因為美國佬過去 從1977年到現在 每年吃掉百分之七 吃掉到三十年 吃掉到2008年 吃掉了三十一年 那你又填上一條數 但美國佬就不想著走精片 你叫我銀錢慢慢截 截掉那些數 我不是說狂人未抄 現在QE1QE已經有了兩萬八千億 QE3來又引一萬億 你說是不是又跌了 所以現在全世界通脹的禍稅灰禍首 就是美國 所以你對美國根本不用客氣 他如果再引一萬億 你本來就升了 明正言順升 你問我 我覺得最好升值的時機就是 美國QE3宣佈 立即港幣打出來 因為現在港幣相對強 現在美元養 你明白嗎 你一升了還有好處 其他大陸 或者台灣 或者鄰近地區 升東南亞 不敢來香港再炒房地產 可以壓死路間的升幅 對 因為相對上 港幣是升了 你拿的馬幣 波幣 台幣就下跌了 台灣是有的 會的機制 跟大陸一樣 現在台幣對港幣已經跌到多少 港幣現在1對3.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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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元都沒有 幾多半 知道嗎 比彭博當年 一對八的年度 為甚麼 因為 183年跟美金掛鉤 美金一路跌一路跌 台幣一路升一路升 最昂貴是1對3.5 我沒有騙你 1對3.5我才換過 不過幸好那時候 我已經不是在台灣花錢 那時候我好運 我在賺台幣 有些事情 我都說 林志光 唉 不過算了 他反應我看 都頗難收場 因為他 據我聽到有些消息 林志光應該還有些事情跟著你 嗯 是不是姓梁的搞他 不是姓梁的搞 不是 聽說 是老年 哦 慘 詳情不要說 我再說周一鵝 亡不了你的周一鵝 因為周一鵝也很奇怪 唉 盲的 街邊的阿嬸 看一出吧 嗯 兩隻腳在地 人趴在窗上 人家趴在窗上 人家趴在窗上 都不是上吊狀態 是哀蹦狀態 哀蹦狀態 哀蹦狀態的重力 全都在牆上 是不會扯在一條頸 怎麼可能吊死人 他只是從常識說出來 還有 都做到月尾 為什麼到月尾 職受不做官 大家知道高宏文才會有位 我個人 對高宏文的印象都OK 特別是沙士 大家出來防疫 滅蚊 即是 你都不做 現在才出來說什麼 還說怪話 這件事又是不符合官場的規則 香港沒有藥醫 那他會不會因此有首尾筋 全香港都炒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你現在才說馬後炮 說得還有常識性的東西 你以為真的顯示了你最專業嗎 慢的都看得出 不用一個醫生都看得出 我覺得這些問題應該不回答 我覺得 你起碼不回答到六月三十日之後 才符合你現在的身份 因為這件事又不在香港發生 我看他 為何這樣又挖挖挖挖挖挖出來 我真的不明白 我覺得他在想就不做了 所以他人放鬆了 還是心裡有很多怨氣呢 怨氣應該有不少 很不捨得做這個官 你做官其實不完全是為了錢 我跟周一岳的大醫生 事實上我跟大家說 跟金刀兩也是一樣 金刀兩是誰 中間分解那個 野鑫一安 楊智雄醫生 楊智雄醫生 其實他們一個月都會賺幾十萬 薪水不會良的 薪水就會需要做局長的 但如果你做局長的 那些是真的也有錢買不到的 其實 иг位就有一點錢,會不會搓給你 每天走出去就進行都不ches 然後去外面 訪問貶 Jeder 你可以住總統道訪 住 consta Them 是不同嗎 這 etc.有一點賣法 原因就是這裏 你明白嗎 貴是可以享受到特權的 富人只能享受到 用錢買的特權 其他特權是享受不到的 那他應該回大陸做官 香港這些特權被人鎖得緊 做錯了些事被人罵了 兩個星期有什麼忍 過門做的 我沒理會你 我沒理會你 我覺得很離譜 不過一個更離譜的新聞就是 有四名民主黨成員 申請政治助理或副局長職位 其中最著名的那位 就是屈王中文大人 他是居議員 馮偉先生 今天何俊仁主席已經說了 人國有志勉強不得 有人喜歡做官 我都沒辦法了 肥仔人很無奈 真是 他自己真的不期待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我早已期待到有這麼想 我們就是了 他們這班大佬 全部看的樣子 好像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作為一個政黨 有三個必備的元素 第一個元素 大家有共同的政治信仰 第二個就是共同的組織行動 很明顯 第三個就是共同的歷史奮鬥經驗 馮偉剛的確是第三點是有的 是有這個經驗的 說句難聽一點 這些傭才 在這裡浸泡一下浸泡一下 他又不是很有主張 當時做這些事情 就浸到現在 終於看到有肥叉燒 在面前 就是去咬一口 其實我跟大家說 這次其實梁振英 我覺得是無心插柳扭成音的 他覺得政府不夠 公務員霸佔了 又要找些自己人來 你叫別人 就好像在街上找好麻煩 不如試一次曹操 毅武三令 有不仁不義不孝者 超有能力的你來吧 先說明我不反對這種做法 當年曹操 都說得很清楚 我不在 都不知道多少人清皇清帝 都是天下大亂 這是非常時期 你不能反對 雖然是 就可能去應徵一點 是吧 不可以 但問題想不到 就真的有人來應徵 應徵的作者 就是反對政府 鬧政府 外面都照耀鏡 這個副作用來的 我想梁振英 是絕對想不到的 真的 但梁振英 是否借些東西 特意放些資料給傳媒 讓人知道 馮慧等應徵 不是 我想梁振英 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 應該下面的公務員 要玩 梁振英 你看 你 正正的人 來一來 這樣的人 哈哈 但這些事情 爆得響口嗎 真的爆得響 你現在申請的文件 先進入公務員事務司 事務局那邊 原來再要過特首辦 空診 那裡起碼過幾十人 你知道嗎 說明是應徵資訊 有什麼可能會這樣爆呢 除非你怎樣玩 好像上次申請廣播處長 那次就正常了 那時候 全部都去那間私人公司 碟頭公司 然後蓋上36份 然後統一拿著36份 直接給特首 去看 特首裡面 剔除了都不會用 然後剩下十個八個人 才會面試 明白嗎 這樣反而就不會生氣 你明白嗎 這個方法 但如果你直接寄去公務員事務司 即是現在去公務員事務局 就過特首辦公室那麼多人 就難免一定 現在裝一整句話 我做散仔 整天看不見那些民主派 那混蛋 天天坐我市分 現在 你還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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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混蛋 爆你出來 一定是這樣 有冤報冤 有仇報仇 有仇報仇 不是瘋 我覺得是好東西來的 其實今天爆這件事 我很支持 這些不叫蝕民 這些是新聞自由的一部份 讓我們看看 原來民主黨養了一些 我不敢說 那些人 綜合 你怎麼了 為何選舉前 玩陸單那麼大 我想不到他孝啟忠信 是禮儀 禮儀廉 禮儀廉 完全是 漏感第八 我想不到 現在他 離開了民主黨 其實可以加入民建聯 人家不要他 現在 我做民建聯 我不會收你 原來第一件事 只是你 紫學區區區區議員 而且你這樣搞臭自己 都覺得你麻煩了 我不會來擁你 而且又不是自己的系 而且實際實際 實在有無心力 反而現在 你是主席或副主席 何俊仁 或者劉慧卿 華差民建聯 立即起碼有副主席給你做 為什麼 大件 破壞你夠強 你明白嗎 拿這個 下屆也不知道 算不算到區議員的人 哪有這麼笨 他真的 找人去做裝腳 好過 是啊 現在我都 反正兩頭不到案 其實我上兩星期跟大家說 這些應徵 起碼沒有主動應徵 你寧願怎樣 通過CY身邊的朋友 就叫他彈幾句 CY 阿偉仔想過來 CY 對阿偉仔見了幾次 城市論壇 你見了他 網路電台 說得不錯 不如叫他提起碼 找東西過來 通過我們朋友 直接第一份 就差不多 或者好像許曉輝 打電話中聯辦 中聯辦 就告訴你 喂 我很想做文化琴掌 類似 不過呢 中聯辦會幫我打走 羅英奇 即是 玩政治應該是這樣玩才對 哪有這麼狠虛 我姓什麼 名什麼 住在哪一層 接著你 放過 他真的以為 建工嗎 真的以為 不是的 副屬長不是一份普通工 副屬長不是一份普通工 副屬長是一個政務官的位置 政治性的工作 萬一局長出決 或是局長請假 你要負政治責任 所以我到現在搞不清楚 政務官其實在外國是這樣 叫做 部長或者叫做副部長 副部長叫常務副部長 或者是政務副部長 現在這個位置叫做政務副部長 這是內閣上去就跟著上去 內閣上去就跟著閣上去 那常務副部長就是民官的頂 如果真的要上去就要脫離公務員系統 這樣才有部長做 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在慢慢抄襲英國的制度 目前來說 去到上臂 或者副局長 要升局長 都要從公務員系統脫離 最典型的就是譚志議員 他本身四十多歲 就已經從事務官系統出不出來 公務員系統就立即轉出來 然後他走去做 特首辦主任 然後又做現在做政務司務局 立即說 我連這些都沒有搞清楚 而且說真的 五日驚笑 真是 唉 都好 反照遠景景景景景 原來民主黨也有些人 都不是國位其主 這怎麼說 根本就是兩面三刀 梁振英用不用 現在我不知道 如果我夠毒 我會率先給馮偉剛一個政務副局掌握 而且條件就是 你會幫我爆炸民主黨內的臭東西出來 然後每一次民主黨在立法會質詢的時候 就教一些官員 怎樣打 你這個混蛋 你當年都這樣 你怎麼罵我呢 你當年又怎樣 即是類似這樣 你說這件事很符合梁振英聲感 所以不要笑 說不定他 真的做了 一個不小心做了 那就由戲看了 一做了 我就跟他說 嘩 我想下面民主黨 大屠爛 真是 個個都欠著地表 這招叫什麼呢 你有看過楚漢商爭 楚漢商爭演義 就叫風翁齒 翁就是翁 翁就是翁 翁齒就是牙齒的 翁齒本來就是跟著劉邦打天下 但是那個人是很口臭的 每一次沒有東西就頂嘴 頂到劉邦很興 知道嗎 結果劉邦就成立了漢朝 要封神 這個封這個王 那個喉也封了一大堆 死了 就怕封得不均勻 就問張樑、張樑說 你首先封了翁齒 還封最大的給他 對 封了他做王 王后 封完 但是連翁齒整天頂 劉邦都拿到五大的官 我們平時也沒有得罪阿爺 應該也不差了 於是天下大定 知不知道 如果梁振英真的讀過這個歷史故事的話 立即作用馮衛剛 還問馮衛剛 你還認識哪幾個民主黨的 帶多兩個來 那些常委級的 最好的副主席 知不知道 來多幾個 嘩 代表後來 他不方便直接進辦公室 是你自己親自帶過來的 嘩 我想民主黨立即撒死了 哈哈哈哈 這個立即好像不會選 真的 他現在這樣走過去 只要走三四個有頭右面的人 譬如無論你 善重佳也好 李永大也好 何俊仁也好 劉衛英也好 只要這些 常委級 中常委級的 副主席 走幾個 是很恐怖的 因為肯定他打死九月二十五日 還是二十六日那次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 其實我已經 因為其他候選人一定會拿出來打你 尤其是人民力量和社民聯 甚至公民黨都用他們來打你 為甚麼 因為位置只有這麼多個 我 是不是在你尋世上 我真的 其實今次的損害已經注定了 又不完全 一個不算 算來不算 因為始終都算上屬邊緣 如果肯定做二五仔 再拔幾個出來 那就算了 沒得救了 我又沒有博士這麼樂觀 我覺得他應該 都不會請 這次 為甚麼 因為真的沒有能力 而這個 梁振英 其實是眼角很高的 我不覺得梁振英眼角很高 即是你覺得他同聲同氣都OK 你看他心裡用 人都知道 口味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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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央政客組找誰 找我們以前九十年代 後來 中央政客組現在找他 哎呀 事件整天找他寫稿 記了甚麼名字 中央政客組現在已經有人 那個叫甚麼名字 以前九十年代出身 你都不記得 那我們應該不知道 現在反正他用人 最主要是忠心 可靠 梁振英 但是是否真的有能力 我們就不知道 其實我跟梁振英 身邊那麼多人 其實最有能力的人 是現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主任 張志剛 你別看他 好像很粗魯的人 其實不是的 他對問題的判斷和分析 是好過很多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 就是看東西看給他很多 還有很多 還有空看《東花報》的專欄 你都知道 他提供的建議 應該挺難的 但不管怎樣 現在 哎呀 講來講去 最搞笑的就是 民主黨突然爆四個人 在申請政治座理 以及副局長 都是拋頭的 我一直以為民主黨很有理想 沒有問題 真的 博士 十年前 真的想不到這兩年 自從進入中聯辦之後 會不會墮落得這麼快 現在你能不能罵他 你大哥大頭的 你幾個大哥張文剛過 走入中聯辦 跟爺爺講數 你說大罪 大罪得過我申請政治座理 博士 你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再罵 就只有我 發言完愛就更差 在愛情路上 有人愛得前面 愛得轟烈 愛得競心動魄 愛得無骨水熱 電影天生愛情狂 現正招募曾經遇上 不尋常伴侶的你 等你可以用短片 細說黑骨銘心的經歷 請將你不尋常伴侶的經歷 聯絡名稱和電話 電郵到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聯絡你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 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怎樣為之射箭 跟一般的射箭同內約不同 那裡是由香港射箭總會 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Wayman Lee負責教導 他不僅風趣 還很用心地教 咦? 那適合我了 那地點在哪 在港鐵荔枝角站A出口 想知道更多場景 可以打 2515-1161 或者 www.bermond.com.hk 看一下 喂呀 你幹嘛不看我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啊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 不如你星期一 或者星期三晚 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吃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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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它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尝一尝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唱譚天下事,細說細泰情 譚之強,梁偉 譚天雪碧 好,回來譚天雪碧 博士是否進入這個報道會的環節 是的,報道環節說三個字 上星期有講過聖經,是講過舊約 即古經部分 其實呢 目前三大基督宗教 加上猶太教 即是 本身 他用的經文是很好玩的 那猶太教裡面 有主流和支流 指流呢 他的聖經呢 就是巴比倫篇的 叫做貪目德版 或者馬索拉標準猶太聖經版 就只等於現在 我們一般天主教教的舊約部分 他的編排方法 分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 上次我講的是 拖拿諾法書 第二個就是 尼里姆仙之書 第三部分就是 聖錄 他本身呢 他有39卷 但是實際上 有些合併 那些合併 最後呢 他只有24卷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有他的舊約部分 跟基督教 新教 馬丁路德 編排的版本 是一樣的 就是編排的內容 最多次座有分別 內容都是這麼多本的 只不過 猶太教的舊約部分 就是24卷 那麼 那個 基督教部分 就編了 叫做什麼 叫做 就39卷 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有一卷拆兩卷 那麼 天主教是多了一些 是46卷 多了些什麼呢 多了編幾本 我讀給大家看 這些為什麼要多幾卷呢 原因是因為 他還有希臘文七十二文士本 回來 就是多了 馬加伯傳上 馬加伯傳下 還有多比亞傳 就是多多 還有 有蒂德傳 巴魯克傳 智偉編 還有德訓編 還有聖詠 就是詩編 就是這些 他有些打進去 那新約 反而大家都一樣 就是27本 沒有變的 但是當猶太教 還不承認新約 我覺得 就是 對 平常 很認真 然後 我們 是